一日观音菩萨云游到东海 很多渔民天天捕鱼鲨鱼 不受伏法教化 便捕鱼妇来到针杀 卖鱼啦卖鱼啦 新鲜的活鱼 菩萨提着竹篮 面装着漂亮的鲤鱼 渔民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鱼 姑娘你这鱼怎么 你买这鱼怎么用呢 买鱼当然是回去杀了吃 我这鱼不卖给杀生 只卖给放生 这鱼都是杀来吃的嘛 谁花钱买来放生呢 我们不买了 到了中午 一位叫马郎的年轻人 发现菩萨卖的鱼 离开了水半天还活蹦乱跳 这鱼怎么可以离开水不死呢 菩萨笑而不语 渔民问马郎这话 知道鲤鱼一定是宝贝 抢着要买 这鱼我买了多少钱 我也要买这鱼 买给我吧 我先问应该卖给我吧 你们这么多人 我卖给谁呢 教你们念经 谁先在一天之内备会 我就卖给谁 可以 菩萨教他们念心经 一天后 有多半数的人会背了 心经大家都会了 但鱼只有一条 我再教你们念普门品 谁一天背会 我就卖给谁 有十多个人同意了 于是菩萨又教他们念普门品 第二天 能完全背下普门品的 只有四人 这里还有一部大成宝藏金刚经 谁能在三天之内被会 我一定将云卖给他 如是灭渡 无量无数 无边众生 十无众 则灭渡者 我不能睡 一定要备完 三天很迈过去了 结果只有马郎一人背回了金刚经 整个阵子的人都还天洗地 准备接受暴雨 谁知渔夫却没有出现 马郎很迈过 此后 马郎经常念诵菩萨教的三部经文 竟也悟出了很多道理 凡事有效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飞 一日 马郎正在窗前诵经 马郎 有人叫自己 马郎赶紧去 只见地上有条快死的鲤鱼 谁的鱼放在这里了 这鱼真是可怜 马郎连忙十几鲤鱼 逃到父亲的河边将 放生并被他送经 去 佛祖慈悲 忽见河中金光闪闪 观音菩萨 抖替于蓝 与莲花之上 面露笑容 马郎 以佛缘不浅 只是被杀生业障阻碍 无数的三部经文 您已经悟到 日后应宣扬佛法 教导渔民不再杀生造业 上天有好生之德 切莫再造地狱的音 马郎听了 连连跪拜 感恩观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教化 我定当谨记 马郎随后把自己的三千草屋 建成观音庙 又送起了一尊 余妇模样的观音菩萨像 虔诚供奉 镇上的百姓 得知于 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纷纷来观音庙 跪拜观世音菩萨 菩萨化身教化的故事 因此广无传 渔民们 纷纷改过自新 以住地为生 不再捕鱼鲨鱼 每天学习佛法 吃素面精 放生机得 这次 真是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 鱼蓝观音